好 您可 您可坐那儿 您可坐那儿 那个 妈 我把那个桃子设计婚纱 打开给您看 超是漂亮的 我直接穿给妈看乖了 对对对 你去试试 你给妈当水果呀 我跟你说 妈 这桃子设计婚纱 太棒了 绝对第一个人 果然 让她忙快 我进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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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别 别 别 来 来 来 你 妈 请你 您好吗 您帮我去补饭 我先给她补饭 您好 谢谢你了 您好 谢谢你了 你不许 您好 谢谢你了 您好 谢谢你了 您好 谢谢你了 你别讨厌 别摆 我说一会儿妈听见的 对 妈听见的 好了 好了 你还给你扯一包好了 就得了啊 行吧 各位女士 下面将出现在您眼前的是 美丽动人的桃子公主 有请 好看吧 不是怎么样嘛 这漂亮吗 这裙子 你俩演戏呢吧 别跟我玩这套 你妈我是干这个的 不是 妈您什么意思 您说什么呢 我问你们 你俩最近好吗 好 好着呢 我们俩 没什么事 没有 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啊 没闹过 我跟你说 你们俩要有什么事 可不能瞒着吗 你别弄得满城风雨的 别人什么都知道了 就我像个大傻子 我 妈 我跟您说 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好着呢 您看啊 就是 前两天他过生日 我带他去的海边 就他那朋友 娇洋根儿去了 完了我那哥们七星 带着他媳妇 飘飘也去了 妈 我跟您说 那海边别提有多漂亮 我跟你说 超级美丽 我们俩都想好了 年底的时候 就是带你一块儿去 行 香港 蓝彩平 蓝彩平 别说 别说 没说是他 笑是他 不是 妈 妈 果然是跟我混医子 蓝彩平 你凭什么 别看五桃子离婚呐 你怎么那么阴险独辣呢 你 你以前你还说我因 你说咱俩到底谁因呢 我们桃子怎么招着你惹着你了 你为了你们 未未能够这如期举行婚礼 你也不能这么整啊 你还到处跟人家说去 你俺子到底什么心呢你啊 你薛素梅啊 你怎么还血口喷人呢 你们桃子离婚是我编的吗 太可笑了吧 他们离婚我编他们就能离吗 趁着你把谁当傻子 再说我跟谁说了 我就是好心好意 我怕你着急 我就跟刘秀说了几句怎么了 所以想在我身上 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你有权 你太有权了 但你分说什么呀 离婚的事儿能随便说吗 说你跟老团长离婚 你愿意吗 你别只整话叫的 以后不能这样 我也希望能够说话的 伤天害理你知道吗 不能干 这我们的 正好正好 你别说了 桃子来了 桃子 你谁啊 我老公果然蓝颖 蓝颖 你好 你好 就是那公务员是吧 好 你听我说啊 桃子 你说 你是不是要闹离婚 是不是有过这事儿 是我造谣吗 你妈一直跟我吵 说我在造谣 告诉她 没有 我说气头上是 你说过离婚在这儿 但闹着玩说的都过去了 不是真的 还说过 有了有了 你说鬼 是这样 当时是我不对 我跟桃子闹点别扭 我把她气就了 完了她就气急了 就说了一句离婚 后来和好 其实就是闹别扭 别扭 别扭 我还跟你说 首先 不能离婚 二 更不能跟桃子闹别扭 桃子这么好的姑娘 你要欺负她 我都给你急了 你知道了吗 我跟你说 你 今天脑子终于 这会儿对了 我再向着你去了 对对对 我给你妈吵晕了 赶紧回去吧 好妈 这事儿咱们聊了 好妈好 再见再见 不是 等一会儿 等会儿别走 走走走 我终于明白了薛素梅 你一跑我这儿炒蛋半天 你什么意思 你就是想把我头炒韵 让我觉得我理亏 是不是 然后我就会傻乎乎的 把我们家婚礼 酱给你是不是 我告诉你 没门 我们妹妹的婚礼 必须如期举行 我跟你想 你别当着我俩孩子 来败坏我 什么叫我没事 跑你家炒来 我跟你讲 你听妈 不是 宝宝 宝宝宝宝宝宝你吃饭 你解决事儿 为什么我今天来 是因为 他在外边编排 说你们俩离婚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凭什么说他离婚 就为这路我来的 你知道吗 知道妈 我还要告诉你 什么编排啊 不是 我再告诉你 那酒店是我定的 我先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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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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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给您掰一下概念 行 闹别扭和离婚是两个概念 这我跟桃子很兴不兴 对 那就好 我相当心了 建议和你啊 来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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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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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啊 打扰了啊 来一位 整个是一个更年期 行行行 我 我吵不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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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瞧瞧你了 你别宰上我们家来了 学宿没学大姐 你真行 可怕 这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到底有没有离婚这一说啊 他怎么就到他耳朵里去了呢 就是 我 妈 我们俩就闹着玩 闹着玩完了 那他就顺着就 吐露出一句来 闹着玩能能能能 能吐了这个吗 你吐了点别的 以后再闹着玩说 我爱你 我喜欢你 行不行啊 闹着玩说离婚哪 真有意思 我跟你讲 今后坚决不能说这 我跟你爸俩过了那么多年 我说实在的 有时候真是也生气 也别扭 但是关键是个 他必须把嘴闭住 离婚能随便说呢 多伤感情啊 是不是啊 又再闭嘴说 听见没有 妈这事赖我 我招他呢 你看人家果然 我跟你讲 这态度特别好 是吧 知道自己不应该 不应该 我不应该 刚才你不错 刚才真的 那 行 画跟上了 跟上 而且跟得特别准 特好 一下子就没词了 是 你看这个 笨了 关键时刻就完了 他那个挤得我的时候 也挺顺利的 不是 那妈那说 说点那个重要的事啊 咱们这场地的事 我们可真的是找不上 合适的场地了 你说就这会儿了 我们这边 卫卫那边 请柬都发出去了 再改也挺不合适的 是 我就说要不然 就一块儿 您看您跟那个兰姻 你们 宾客都是剧团的老同事 都差不多 还省事儿一块儿办 是吧 亏你想得出 怎么可能一块儿办呢 哪有这样的事呢 你听说过两家一块儿 办婚礼去嘛 那啥关系是吧 不可能的事儿 我跟你说 你兰姨 她绝对是 一千个一万个愿意 那咱不行啊 我跟你讲 在这场地的那边 她坚决不能让步 绝对不能 听见没有 那个妈 我说话 我今天我是第一次见上兰姨 您跟她往这儿一站 我这个 我说句实在话啊 就明显这个气质啊 各方面都不如你 是吧 其实不行 那当然了 我跟你讲 她几十年了 她就跟我叫着劲 她想赢我 她就没赢我 所以她闺女这事儿 她想翻身 想跟我平起平挫 那更不可能呢 我跟你说 妈 为什么您看我就是 我跟桃子 我们俩觉得说在一块儿办呢 您看蓝姨 她是不是跟您同事这么顿呢 一直都想骑在您头上 对啊 您看啊 到这个结婚庆典那天 您肯定穿的特飘了 对吧 这蓝姨呢肯定也不能差了 但是 她就再怎么穿衣服 气 气质 就差着呢 您穿上那衣服往那儿一站 那就皇太后 她也就是一个贵妃 还是撑死了的那种贵妃 另外呢 妈你看桃子 穿上洁白的婚纱 那就是公主 是吧 另外 薇薇 薇薇穿上婚纱 撑死了也就是一个 县官家小姐 那气质就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不 还有你 你跟这李逵 不 当然你个子没人高了 但是 但是 内秀啊 咱内心充满智慧 对 李逵就是 我聪明睿智 那四十发达 就也能把她给比面 对 肯定 所以说妈我就觉得 正好在那样一个平台 咱们这个全方位地展示一下 一下 一下从心理上 从各个方面 严重地打击一下蓝蚁 其实她觉得 在一块儿办好像怎么着呢 其实她只会 另外妈我跟你说 就那场地啊 就我跟桃子知道 那场地那都是我朋友 我哥们 对咱们家肯定是照顾 他们家也就是陪着咱们 所以我觉得一块儿办 就挺好的 嗯 那那那还是 还是不行 不不不 不用 咱不用陪衬 咱自己你知道 咱就本身咱就抬柱子 不是 妈 你说要分开办 你说剧团那些老同事 这凑不齐啊 是 有到咱们这儿来的 就有去那边 那万一那边要去得多 我说万一啊妈 我说万一 我跟你讲 这个事是没有万一的 不可能去他那 那这不明显咱摆着 不可能 就会也许会 你说这个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也许会一行半个的 对 到他那去了 对 那那那也不行 我跟你说这事啊 B绝对是大于利 这真真不行 另外你听说过 AB角同台这个道理吗 没有啊 是吧 他肯定是想借这事 在老同事老朋友面前 他翻个身 但咱绝对 这是咱们原则的事 你妈是稀里有谱的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另外一个 你妈那也不行啊 就你妈那么强势的人 她能同意 就我同意 她也不能 那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这事就不说了 打住 咱赶紧回家吧 走吧 半天 但是我爸 你爸 露出来了你妈主 我爸也没多大用 我太爱了你 你说吧 就说简单点办 就不停就不停 就非得要大办 就弄出现在人样 因为这情点都翻出去了 改地址啊 换时间呢 根本就不可能 我妈跟岚也闹成现在这儿 这回头 你妈我婆会再擦眼睛 我想了我头都打 怎么办呢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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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想办法呀 你哭 你哭 我想想办法 我跟你说 想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把三方利益都平衡了 只有一个人出面能解决 谁呀 李叔 李叔 你看啊 李叔 是你兰姨的亲戚 是吧 是咱孩子 果实他姥姥的男朋友 跟我爸有哥们 我妈又非常尊重他 所以说李叔的发言 对三方利益的平衡 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你聪明啊你 聪明吧 快打电话给李叔 快快快 来 来 早一个 这酒不错 你们也别光顾着喝 亲家 今天专门把我们俩约出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大事 就随便聊聊嘛 我猜是素梅让你来跟我们说点什么事吧 你简直太厉害了 秀才不说门便知天下事 没等我张口什么都知道你了 素梅是不是让你来劝说我们 让我们把婚礼现场让给她 您别张这个嘴 我不同意 我不可能同意 行了 妹子 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全当就看我的面子好不好 这面子很大 那 你说是不是蓝财萍派你来的 有有有 我一个人是局大局长 他派我我就来 我听他使唤呢 你不想一想你 素梅啊 完全想通了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两家的婚礼 摆一块儿办 那喜上加喜啊 何乐而不为呢 这我这儿也这么想的 为什么两家的婚礼 能在一块儿办 这说明什么 缘分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当时就觉得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 最好的办法 行了行了 当时当时当时什么呀 他薛素梅想通了 他说要一起办 那我们就得一起办 凭什么我蓝财萍 要听他薛素梅的呢 我不同意 我绝对不同意不可能 你看我们家李逵啊 就为了个婚礼场地啊 闹得好 一夜都没睡好觉了 那个孩子啊 打小就心思很重 我看我心里啊真心疼 你何尝不是 那陶子也好 果然也好 他们也真 行了李逗哥 你别说扯鼓的话 你这话说了多半天了 好好好 就听你说这个了 别的别的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 薛薛是我们俩的心头肉 薛薛的婚礼必须大半裤 两家一起办我认为太丢人 蔡萍 咱好好分析分析啊 你看啊 这请柬呢早就发出去了 这场地和时间也不好改了 咱们亲家亲自来 说了这么多的话 那不都为了解决问题吗 你就说啊 咱们把请柬 全都挨家挨户发出去了 你再挨家挨户收回来 再挨家挨户发出去 你累不累啊 我不累 我不乐意 要不咱们就这么着 重新发 重新收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怕累 你说咱们薇薇和李逵俩 往那儿那么一站 整个一对金铜玉女啊 尤其咱们薇薇啊 结白的婚纱那么一穿 你别说两对了 你就十对八对 百八十对往那儿一站 谁能比得了咱们薇薇的 你还不一块儿搬你 我妹子呢 是个通行达礼的人 十大体 五大局 行了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 不不不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还有一个想法呢 你看啊 等子女们呢 把这个婚礼办完以后啊 你把你亲家两口都加上 我把我亲家两口都加上 还有那个 咱们一块儿呢 到外地去旅游一下 彻底地放松一把 行不行 到国外 咱们上那些马太 行 我都没去过 行 好不好 太好了 李大哥 行 但是教那么多人干嘛呀 教那么多人就没意思了 人多她热闹啊 热闹什么呀 你要是把蓝彩瓶弄起来 还热闹呢 这剩下跟我闹了 那既然素眉已经服软了是吧 认输了 赔一道歉了 我呢也看在亲家您的面子上 那要一起办就一起办吧 我跟你讲李大哥 今天我把这话跟你说前面啊 你回去转告他 婚礼的时候 他要再跟我过不去啊 我真的 我绝对我不让着他这回 我绝对也跟他过不去 好不好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怎么样 我一块石头落地了 喝酒 早一个 带 带上我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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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李逵和薇薇啊 约着在医院做检查 来不了了啊 是是 我就代表小两口 以茶代酒 敬敬大家 首先敬的是这个缘分 四家子这个样子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李工 好叔叔 来来来来 好 不对了啊 什么四家子了 怎么孩子们一结婚 那是两家子嘛 那是两家子嘛 可不是嘛 一结婚不就两家子啊 是啊 其实都是一家子 一大家子 是吧 涛涛 一家子 是可不是嘛 我跟薇薇我们俩发小 那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姐妹 然后我爸 那个李叔 老朋友 兰姨好 是我妈 那个几十年的老同事 啊 完了您看李叔 就是您跟我妈 是吧 那么投缘 那么聊得来 这不就是一大家子嘛 是吧 大家庭 是吧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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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怎么说年轻人哪 你看人家俩就能一步到位 真是一家子啊 那咱就一家子不说两家子的话了 好吧 我这两天就一直在琢磨这么一个事啊 你说果然 桃子 他们的婚礼 哪一天办 在哪儿办 跟我们说过吗 没有吧 我们李逵和薇薇的 跟他们说过吗 也没有啊 他怎么就那么巧 十月八号凤凰大酒店 你说这个用巧合 他能说明问题吗 不能 这就叫缘分 缘分啊 对 你说这么大的缘分 两家子在不在一块儿办 那恐怕根本不行了 同志们 你们说是吧 三位妈妈 我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啊 兰志 你老大带头发个言嘛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觉得这真是喜上加喜 这两家人在一起办婚礼啊 比一家人热闹还开心 是不是啊 就是这有一个问题啊 两家在一起办婚礼 那必须得协调好 要不然的话 就怕出点什么岔子啊 谢谢母 说得特别好 真的 这么说吧 这个两家婚礼线已经决定啊 就一块儿办了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顾全大局嘛 是不是啊 那个 对 你刚才就这句话 别出岔子 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 是不是 干嘛呀 怎么了 啊 那个什么啊 我觉得吧 有些事情不能笼统地说 是吧 得具体一点什么程序啦 什么先前后啊 顺序了什么 这也得把它定下来 要不然会乱的 你比如说吧 这新人们出场 你知道吗 这个小两口一出来 是吧 一拜七 是吧 出来了 然后呢那个双方父母 一拜七 也出来了 但是 发言 代表发言 这个没法一拜七 开口是吧 所以这个就得把它说清楚 到底是谁先 谁后 定下来 我的意思就这个啊 要不我说两句 老团长 那我代表我们家 我说两句啊 说两句吧 我觉得吧 素梅说得特别好 跟我想得一模一样 你看 咱们今天之所以做到一起 就是希望呢 把这婚礼办得特别喜心 可你怎么喜心呢 这个细节就特别重要了 你看刚才素梅说的 一拜七 那一拜七你也有个顺序啊 还有刚才你说 没补充到那个 伴郎啊伴娘啊 这一大堆问题 我觉得最好吧 就像咱们当时 在团里那样 咱们彩排一遍 这样可能就能成功 另外呢 我还要跟大家 汇报一件事 我们家葳葳怀孕了 我们家葳葳怀孕了 医生跟我们说呀 可能是个儿子 我们老太娘要抱孙子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婚礼现场 肯定时间挺长的 也挺乱的 是否能够在考虑细节的时候 多想一想我们家葳葳 她的身体状况 多为她考虑考虑 毕竟这个有孕在身的人 的身体状况 和没有怀孕的 那是不可能一样的 差不多了啊 四眉 姐姐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那个什么 新舅母 我觉得葳葳的身体啊 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就是婚礼那天 咱们稍加注意就行了嘛 至于啊 这个答谢词 谁先讲 谁后讲 这个我跟老果是行相 我们最有发言选了 你说开场喜好吗 我倒觉得压咒喜好 大咒什么叫大咒了 对 那角儿都是后出来 对对对 谁先人也好 无所谓了 说得对 说得对 蔡萍啊 你看卫卫这事啊 没那么复杂 是吧 到时咱们住点义就是了 今天呢 约大家喝个茶聚一聚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他们两对 小家伙们的个婚礼 办得圆圆满满 红红火火 为两对孩子的婚礼 圆满成功 咱们再喝上一杯 来来来来 好喝 好喝 好好喝 好喝 好喝 来来来来来 来 宋梅 咱们今天碰头 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内容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好想好想没了 好 那好 宋梅 那我得先走了 是这样 亲家李逵和卫卫不上医院 检查了吗 他们检查完 第一时间回来跟我报告洗血啊 而且呢 我专门啊 让老家给带了一只老母鸡 我打算给他放点红枣 苟旗桂圆 给他熬点汤 然后让孩子好好补补身体 要不亲家 你跟我一起走吧 那那那那恐怕是必须的了 我得知道个结果嘛 是吧 那我们就 就先走了 那好那好 那个桃子啊 果然 阿姨祝福你们了啊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好咱们走老李 好 果然 加油 好好好 加油 你们坐 我们走了我们坐 坐坐坐 蓝芝 蓝芸好 李侯你慢走啊 我们俩都不送了啊 好 加油加油 好 好喝茶啊 我们俩一定会加油了 妈爸 妈 是吧 桃子是你得加油吧 我我一直挺加油的 对一直都加油了 妈爸 就我们俩一直都加上了 没闲呢 你们是得加油了 赶紧把孩子给怀上啊 你看看 刚才把他牛的 还回家炖老母鸡 是谁没吃过老母鸡似的 我听辣了 姑叫还不中庄去了 甭听他了 咱们 按照咱们自己的节奏走 这不是着急的事 慢工出戏活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绣花针 是不请你 不是怀个孩子 他至于那么牛吗 你看你蓝一说那话 多难听啊 他看着我 让我加油加油 什么意思 还含着我不灵似的 我这话就不能深琢磨 我这一越琢磨 我这心里越变扭 你看当时 当时给妈气的 谁能给妈气哑巴了 不是 老婆 你没我觉得吧 老爷你刚才还难 我给你过生日的时候 对吧 咱俩都折腾成了 那样了 我觉得怎么着都怀上了 明天 明天我被医院查上去 不用查 我现在没到七天的 查也查不出来 行了行了 别愁眉苦脸的了 大不了法国我不去了 咱慢慢来 行不行 慢慢来也是慢慢来 不是她那 但是你蓝一说那话 加油加油加油 真不好听啊我跟你说 你行啊 你行啊 那魏魏能怀上孕多不容易啊 你就让这蓝衣牛一回 不是啊 你看那魏魏魏她 都怀上了 你看人那肚子 你看你那肚子 不是说我那肚子 加油 鬼人 加油 别了要加油 别了要加油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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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老婆 我觉得在海南的时候 应该是怀上 好 你看当时吧 当时我一下子 我把你放进屋里了 放进屋里 几乎早就快割了 是吧 割了完之后 然后去床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 荣幸致志 这次呢 许总调动得太突然了 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的位置 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 所以呢 今天由我先跟您谈一下 好 你看 我们公司的聘用合同 你看一下 要是有什么问题 咱们随时都可以协商的 好的好的 还有这个 这是编辑部做的选题策划案 我看了一下 挺有意思的 有的同事提议要去北极拍北极熊 还有的人说去非洲草原拍宗师 还有的要去亚马逊拍雨林呢 后面还有好多呢 你可以回去慢慢看 要是看到感兴趣的呢 正好你就准备一下 等这个合同的事情一敲定 公司编辑部的人呢 立马会跟你详谈这个拍摄的问题 好的 哦 对了 我们还会有一位户外求生专家 孙老师 他会跟您和另外一位刚入职的这个摄影师呢 教授一些野外拍摄动物的户外求生技巧 没问题 哎我能问一下是哪位孙老师吗 就是那个孙空辉老师 有事吗 啊 看来您对他也有了解 非常了解 你知道这个孙老师拍的黑猩猩吗 哦 我跟你说啊 我不瞒您 我看咱们环球地理第一本杂志 这话说是在十三四年前了 嗯 看的那个作品就是孙老师的作品 我不瞒您 我觉得孙老师拍的黑猩猩 拍的真是太棒了 能够和黑猩猩 同吃同住三年 对对对 我觉得孙老师那不像是在拍黑猩猩 就像是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孙老师就是我的偶像 那太好了 我不瞒您 我这个马上想想能够和孙老师 面对面地在一起交谈 我觉得非常荣幸 哎 这个孙老师怎么又成野外 这个求生专家了 哦 是这样的 就在那次拍摄计划将要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猩猩群的头领去世了 剩下的几只成年黑猩猩呢 为了争夺这个首领的位置 就打起来了 好像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纷争 这个孙老师呢 他没有来得及及时撤离 这两条腿就不幸光荣退休了 还有一只眼睛 所以呢 现在就做了野外求生的专家 哦 见了面您可以跟他好好聊一聊 哦 对了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 这个孙老师脾气好像不小 经常没有缘由地发火 但是您也不用太担心 在这个工作经验方面 孙老师还是很丰富的 那是 那是 尤其是野外求生 对对 一般死里逃生的 都有经验的 您就好好地向他取取经 肯定会对您的拍摄有很大帮助的 哎 喂 哎 老婆 待会儿咱俩在外面吃 我一会儿开车见你去啊 嗯 好 一会儿见 你干嘛带我在这儿啊 嗯 因为这个地方 是咱俩第一次认识的地方 不是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 你先说 你说完了我也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那老婆你先说呗 老公你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好 快点 快点 你 环球地理决定聘用我 老公你太笨了你 恭喜你 但是老婆现在我想告诉你我的决定 我打算放弃 你为什么呀 因为我在那儿已经展示了我的专业技能 证明了我有这方面的才华 这对我来说就全都够了 老婆 如果说我在不认识你之前 我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份工作 我就毫不犹豫 一无反顾地就去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是我心爱的人 所以我的主意盖了 想法变了 其实呢我也认真地琢磨了一下 做一个野外摄影师 这工作挺危险的 你说万一我到了非洲拍狮子 我一不留神 那狮子就把我胳膊腿咬掉了 我再一不留神 那黑星星就给我眼睛挠瞎了 在北极被北极熊作扁了 那得多惨呢 老婆 老婆 并不是因为我害怕 我胆子小 我突然发现我的生命 我的眼睛 我的鼻子 我的胳膊 我的腿 不再属于我一个人 他属于你 也属于我们未来的孩子过世 我坚决不能让你们俩 担惊受怕 我坚决不能让你们母子 冒这样的风险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我也决定 无论我这个月还没还上 我都不去法国了 为什么 虽然去法国学设计 是我一直的梦想 但是我最近就一直都在想这个事 你说我又要真的怀上了 那我就要成为一个妈妈了 我肯定不想错过我孩子成长的 每一个瞬间的 我真的特别难想象 我把小果实生下以后 我就不管它了 我自己跑到一个万里之外的陌生城市 我心里不会踏实的 我特别肯定地告诉我自己 我觉得没有你们两个在我的身边 我会感到幸福的 我很感动 我说这位姑娘 麻烦你把车挪挣成了 你凭什么安排我呀 我挪不挪车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不是 当然有关系了 你要不挪车我怎么拿鞋 你要不占我车位 我能把车停那儿吗 我可没跟你说我让你等会儿 那你也等会儿吧 没够处给你挪车我这忙着呢 好 怎么 果然是你 果然是我 果然是我 我怕我爱你 果然是我 我怕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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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经理啊 你好 我是蓝彩萍 蓝姨 你好 我跟你说我忘了 就是我们家那个蛋糕订的是 是几层啊 您订的蛋糕是四层的 四层 挺好的 那 那那个薛宋梅薛姨他们家那蛋糕是几层啊 四层 妈呀 这数不好 四不不不我不喜欢 那个最高能做到几层啊 只有六层 那你就给我加六层行吧 六好 王经理 六六大顺 六六吉祥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加六层 谢谢 谢谢 小王你真好 我跟你说啊 那个多出来那两层的钱呢 我会单独付的 你放心 我跟你说你一定把我们家这个弄到六层 你明白没有 我跟你说你就按照交代一下 行了 就别跟人家说好不好 好好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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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 李叔我休息啊 我给这孩子尿戒子洗一洗 怕明天干不了不够用了 需要帮忙吗 需要帮忙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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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早休息啊 睡熟了 这小玩意真招洗了 大爷 那那个婚庇庇公司那边都办妥了 嗯 那都妥妥的 就是蓝彩萍这个 怎么都甩不掉 你说她就像年身什么是 哎呀人家都劝我 让我让一步 又再坚持吧 就好像咱都太不尽人情了 但是我心里特别扭 你知道吗 太别扭了 你说这老了老了 因为姑娘的事跟她同台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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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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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